欸 美女人 嗨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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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是我 小琪還有我們的小塔老師 一起肉上菜 好啦 那小琪妳今天想吃什麼 老師做給妳吃 我今天想吃饅頭 想吃饅頭 當早餐沒關係 那為什麼會出現火龍果呢 這我不知道 難道不能吃饅頭 只能吃火龍果嗎 我們要請我們的小塔老師 來解惑一下 這為什麼會有火龍果 我就想說小琪可以就是 在這邊做一個 玫瑰花饅頭 去送給媽媽這樣子 玫瑰花饅頭 我跟你講媽媽不要康乃欣 媽媽要玫瑰花饅頭 那它就是 火龍果的話就是用現成的色素 把它帶成紅色的感覺 你看 火龍果本身就是很鮮豔的 甚至裡面還有一些顆粒點叠 然後這一鍋是什麼 小琪妳打開給大家看 這是 絕對讓妳下巴掉下來 真的 火龍果揉成的麵糰 好驚人 妳知道妳這樣黏土嗎 都不用自己手搓 它不用自己手搓 是因為放到機器 它就會自己打 對 它就幫我打好 我只要把粉都丟進去 幾分鐘 兩分鐘 三分鐘 揉麵糰就好了 你看到這個 你以為是什麼 我以為是巨大化史萊姆 巨大的史萊姆是不是 好 你看上面 其實它維持了 我對比給大家看好了 對 維持了我們本身旁邊的火龍果的 顏色還有點點 然後像小桃老師說的 它其實直接丟進去機器裡面 兩三分鐘就好了 就好了 我什麼都不用做 對 丟進去 它麵糰不需要等它發酵嗎 要 就是我大概 小朋友下課之前 我就會先做好 然後等孩子下課回來 就可以先吃 他們下課回來都會說肚子好餓 就像你啊 每天都畫腰 對 在長大嗎 就長大 就是要吃這些健康的 你看 你以為看它的顏色 會以為說 是不是加了很多人工色素 沒有 但其實通通都是火龍果 自己本身的顏色 對 沒錯 好厲害喔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食材原樣 就直接在這個麵糰上面 呈現給你看 好 但這只是我們的第一個步驟 因為接下來 其實老師通過揉啊 捏啊 搓啊 玫瑰在哪裡 小清妳先開給大家看 OK 我 要做點效果啊 不然大家怎麼會覺得驚喜呢 是不是 可是我沒有音樂 好 我幫你成樂 玫瑰花就在這裡 可是老師為什麼它不是火龍果的顏色 它蒸出來的時候 會有點淡淡的粉紅色 這才是最天然的 肉桂色 對 所以蒸前是這樣子鮮豔的紅色 然後後面之後呢 是比較肉桂一點橘色的 玫瑰花 下面還有一隻 下面還有一隻 一人拿一隻 而且它也是熱騰騰的耶 對 妳知道媽媽看到會說什麼嗎 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很開心 下個月的零用錢也給妳 對 考試考零分也沒關係 夠貼心就好了 妳吃一口給觀眾看 好 那我挑一個小一點的好了 就跟大家吃飯 吃吃看 妳要跟觀眾講一下口感怎樣 妳看現在大家都吃不到 只有妳有這個福利沙壁酥喔 對 妳這樣拿是怎樣 對 好吃嗎 我看麵的好軟喔 對 它有發酵過 就是手工饅頭嘛 就是有的火龍果的味道 這樣才好啊 妳才吃到火龍果的那個原汁原味啊 天然的 因為外面都是很多 都是加火龍果粉啊 真的都是化學的 而且還有一顆一顆的感覺 就是火龍果的這個紙啊 一點一點 老師 妳也來一個吧 好啊 我再來 捏一半來吃吃看 對 一般大家可能沒有吃過火龍果口味的 我可能有吃過 比方說一般的饅頭啊 原味的 或是什麼奶油一點點奶一點點的 黑糖的 對 黑糖的 然後芝麻的 對 真的沒吃過火龍果 其實我也會多一些變化 妳看 妳聞聞看 對 這有天然酵母的味道 除了饅頭之外 我們今天還有另外一個 我相信妳應該很愛喝這個東西吧 飲料 我們的可樂 可樂呢 如果跟雞翅加在一起變什麼 變成可樂雞翅 好 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來請教我們的小塔老師 該不會又是把全部醬 丟進去雞翅裡面 然後一分鐘就變出來了吧 對 沒有到一分鐘啦 也只需要一點時間去煮它 但它就是因為現在很多小朋友 會喜歡喝可樂 我就不喜歡跟小朋友喝 那妳如果妳有可樂剩下怎麼辦 也不要丟掉 就可以來做成可樂的料理 比方說像這個可樂雞翅 老師可以跟我們簡單講一下 步驟嗎 可能現在很多電視前面就想說 怎麼可能有那麼神奇的事情 不用步驟 就是跟著它下面之後 它會告訴你怎麼做 雲端食譜會出現在我們的螢幕上面 然後妳就是丟下去之後 就是下一步 它會告訴你再下一步 要加什麼 妳就加進去 跟妳講說要加醬油 妳就加醬油 跟妳講說要加砂糖 就給它加砂糖 對 跟著指示走就不會錯 對 而且都是黃金比例 出來的味道都是嘟嘟好 對 也不會太甜 你看那個饅頭就不會太甜 對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先把這個雞翅 也是要稍微先煮過水煮過吧 對 我有先水煮過了 其實都是只要新鮮拿去煮就好了 對 所以這些都是準備好的 然後記得再把它丟進去 我們的料理機裡面 對 再來就按照指示 把它可樂也倒進去 然後通通就直接按 開始 然後就可以開始了 對 然後我就可以去忙我的事情 去陪小孩念書什麼的 那進就好了 這就是蒸那個饅頭的 這饅頭 所以還是不只是到這台機器 都是 它放在 它架在上面 就是當裡面糰揉好之後 裡面糰揉好之後 我就是把它 饅頭就是一個一個放上去 它有兩層 所以不怕說沒得蒸 位置不夠 所以它其實連一條魚都能蒸 你看 你怕把魚放上去之後呢 放上去之後 我只要按啟動就可以 我就去忙了 因為你知道嗎 現在外面 就是這種雞翅 很多人都會在家裡 自己嘗試做可樂 雞翅就簡單嘛 就基本上滷過 然後再炒的時候 加點可樂進去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可樂那麼甜 怎麼會加在菜裡面 可是你吃吃看 其實還滿好吃的 好好吃喔 雞翅超好吃的 然後玫瑰花也是滿分 所以小朋友在家裡 如果想要 給媽媽一個溫馨的小禮物 自己做做看像這樣子的玫瑰 饅頭 很貼心耶 你學會了嗎 今晚要煮給媽媽吃喔 好 好